華山文創園區大排長龍 頂著獵羊 撐羊散也要排 不是逛展覽也不是排鮮量商品 而是 求職者地履利和人資洽談 人潮塞爆現場 以此控管600人入場 人力銀行趁6月畢業季辦就業博覽會 吸引上萬人報名 目前值缺達114萬個 已连续16个月破百万 其中AI相关的有2.9万个 在做自动化的产业 但现在目前想要转职看一下 有没有跟AI有关的 要抢人才势必得增加些薪水 才可以抢到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 因为未来势必会AI会大爆发 我们的黄仁勋 这个辉达的执行长来台湾 决定说要设厂之后 确实就是大部分跟 显卡有关的东西的 不管是笔电不管是伺服器 都有大量需要人才的问题 现场最夯被团团包围的 就是辉达供应链厂商 广搭找AI应用人才 微影开出184个职缺 从自动化到软硬体 构成师统统药 微星也要找摆明研发人才 台湾身为AI革命中心 外籍生也想应征 台湾是一个博物中心 不过可以的话 也是希望往AI那边做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AI相关工作从2020年1.9万个 今年增加到2.9万 成长49.2% 而且其中53%的职缺 不限理工科 稳住的也有机会 薪水上面其实是有别于 过去比较传统的职务 其实是有一些成长的 10到15%的一个成长 AI旋风势不可挡 台场纷纷喊话 订单多得不得了 但人怎么找都不够 只希望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才追得上暴风成长的业务 民事新闻杨思敏戴亚伦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